台北市長張峰勳是從今天下午2點鐘起 仍是最近完成的120多項工程 這些工程包括了幹道的開地和新建海水幹建的 張市長在城市以後表示 今後台北市的道路和交通秩序的改善 將向三個方向發展 道路盡可能的高降或地下化 盡量設單行到重拔違規的車輛和行人 公務機長張孔榮今天也同時表示 都市計畫中的公共設施 如道路、公園等預定地 將在10年之內全部使用完畢